週日的美韓聯合空中演習 共有10多架戰機參與 演習中 美國B1B戰略轟炸機 進入韓國防空識別區 美國空軍F-16戰機 韓國空軍F-35A和F-15K戰鬥機聯合編隊護航 從朝鮮半島西部海域 穿越南部地區飛往東部海域 而朝鮮國家電視臺週日播放了 週六發射火星15洲際彈道導彈的鏡頭 稱這是朝鮮領導人金正恩 直接的突然命令 沒有事先通知 發射是在平壤郊區涉安的平壤國際機場進行的 導彈以高角度發射 最高高度約為5770公里 飛行了67分鐘 約990公里後 落在朝鮮半島和日本之間的海域 正在慕尼黑參加國際安全會議的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韓國外長朴鎮 以及日本外務大臣林方正 共同呼籲加強對朝鮮的制裁 美韓兩國還計畫在未來幾週和幾個月內 進行一系列擴大的實地實彈演習 即將在週三舉行的演習 將設定朝鮮使用核武器可能出現的情景 另據日本富士新聞網報導 日本和美國也在協調最快今天實施 日本自衛隊戰機與美國轟炸機的聯合訓練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徐哲 林明迪綜合報導